在公司开会时 总会有很多事情会发生 把不同性格的人放在一起开会 真的神奇 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开会 会有化学作用 强制顺要大家到最后 密切相同 非常困难 所以有时候开会制造问题 多过解决问题 这个产品我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 要怎么把它推销出去 都晶晶没意见是吧 晶晶是谁啊 OK 谁不给意见 我就把这个产品交给他去负责 我觉得都可以 照处咯 我觉得之前的idea都不错吧 之前我们的成功 都是因为我们保持一样的风格 很好啊 没有超出预算就好咯 没有意见了 听大家的 嗯 那你们觉得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 超出啊 保持一样的风格吧 没有超出预算就可以了 我听大家的 嗯 那 今年的薪资调整 你们觉得怎样啊 都可以咯 成功下来 超出了我无所谓的 保持一样吧 吃了没有超出预算就好咯 我听大家的 哎老板 我真的觉得哦 我们对每个项目都要积极应对 我们重新再来谈一遍吧 你 资猪精 排骨精 乌鸦精 为什么要追谈分 是因为它的身上有这个能量饮料喝下去就会长分不得好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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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糟糕了这是什么想法来的 我觉得 一个太空人去到火星执行任务 过后呢 他遇到风暴 但是他爬不回他的太空船 这个时候能量也亮出来了 他喝了之后 他就有能力爬回去他的太空船 怎么样 这个简直是垃圾好不好 哎呀 这样子这样子 一对情侣很浪漫的在山椅上看彩虹 然后女的依偎在男的胸前 回来回来回来 你这发春梦啊 哎呀来来来来 听我讲啦 不如我们来搞穿越 嗯 皇后派人追杀贵妃 宫女带着贵妃逃跑 跑去哪里 去御花园 在皇妃精疲力尽的时候 突然间 她在花盆里面 看到能量饮料 没有啦 你们的想法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啊 老板 你要什么 我要你们重新思考过 小羊 我觉得我们这是应该 等一下等一下 先听我讲 我的idea其实是这样子的 一个儿子 很喜欢玩online game 然后忽略了家人 那爸爸就非常的头痛 所以决定跟她的孩子一起打online game 就是为了走进她的心 不止这样 她的爸爸还打扮成online game里面的人物 小羊我觉得 你就是这样 不要打动我 给我讲完先 哎 我讲到哪里了 对 她的爸爸打扮成online game里面的人物 所以我决定用 渣渣回来演 可是我觉得内容 内容大致上就是这样 细节的方面我们等下再讲哦 我觉得我们应该 我觉得你们应该学我 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才是认真的态度 大家都到齐了 好吧 我们开始开会了吧 等一下 你们觉得 这 这个空调有点冷吗 老板 你这样讲 就好像有点冷 看来这个牌子不错 我们可以考虑帮她打一下广告 好啊 老板 空调关小的 我们继续开会 OK OK 好 来 这个会议很重要 我需要大家的集中精神 我们一起来探讨 咦 Sophia 你这件外套 很适合去冬天的国家穿 你去过什么国家 我去过 日本的啊 诶 日本好诶 抱歉 我把它给扯眼了 来 我们来重新思考一下 这个我们今天要开的这个会议吧 然后 你们觉得这里的光线 有点点暗吗 这样对我们整个创意的这些东西 有点不好 咦 楼下那个卖妹的发型不错 我也想剪一个这样的发型 你们过来看 看 来 快 快 喂 这个很弱格力 不可以 我们这次广告的模特就穿这件 哇 这个动手术咩 靠我这个好 够拔弃啊 呦你真是创意布的咩 这个是bits设计的吧 大人哪敢穿 来 穿我这些黄绿红 哇 成就世界啊 穿我这个好啊 哇 你要去沙滩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